死亡的鸭子搁浅在修古兰溪旁的浅灘 发出症症二臭 明显死亡多日 上个礼拜二 对 我们有看到两只至三只 在修古兰溪下去三至五K左右 我们下去看到的话 目前我们只有看到三至四只左右而已 修古兰溪流域全长104公里 沿途经过九个乡镇 40个以上的阿美族部落 平时也是族人捕猎渔获 跟举办捕鱼剂的文化场域 如果有生态污染后果不堪设想 居民也担心疫情期间 环境问题受到忽视 那一开始发现就是看到 看到两只鸭子而已 就是在这个浅滩区 然后后来过两天之后 我们跟部落的人又下来抓鱼 给部落的人吃 结果到对岸的时候 发觉对岸那边也很多鸭子的尸体 怕这件事情就是感觉因为疫情的关系 那反而是说我们修古兰溪 这一带的生态环境的问题 没有人在关心 这个是我们阿美族非常非常重要的 河床也是我们文化的一个场域 所以我们很重视这个问题 我们也希望相关单位能够来重视这个问题 对此水利署九合局局长强调 目前会先进行现场清理 并从民众气质或是家禽 养殖场疏失等面向 循现追查 如发现行为人可依动物传染病防治条例 第42条第一项规定 出5万元以上100万元以下罚缓 若严重导致疫情蔓延或散播者 将面临三年有期徒刑 为了厘清是否引发动物传染病疑律 后续九合局也协同农政单位前往线刊 进行鉴定 并且加长清场访查 若有发现行为人将会予以重罚 于是新闻杂料 Biz华联瑞税 采访报导